现在忙着干嘛 帮学生准备隔板防疫啊 开学了 大家手忙脚乱 但是呢 有位高中女学生说 她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位置 来使用隔板 隔板呢 隔板这个看起来 是不是透明的 似乎有点无奈的说 不知道这样是怎么样 才能看到黑板呢 看不到啊 隔板不是透明的啊 好网友大笑说 这感觉 嗯这样 如果你再偷追剧 是不是不会被老师发现了呢 那干脆把上面也一起遮起来 一起隔起来好了 全部都盖起来 好外套一盖 全方位无死角防疫之间的 小型电影院无误了 好不过这样子哦 好还是要乖乖的 专心上课比较好了 好同时呢 还要来看 疫情趋缓了 中央流行性指挥中心 部分的运动场所 目前指示是松绑 包括游泳池 如果你要去游泳的话呢 淋浴啊冷热水啊 SPA啊 开始今天可以用咯 好是有条件的来使用 不过民众使用完了 记得还是要赶快赶快 戴上口罩 这最新的生活讯息提供给您 好同时呢 带你来关心最新消息 目前说在台北市万华的 青年公园游泳池 可以看到呢 才一大早八点多呢 就有部分的民众呢 来到这里做陈勇的动作 而这陈勇呢 在八月十号呢 是就已经开放了 不过呢 淋浴设施呢 确实不跟进 没有开放的 让部分的民众呢 觉得是相当的不方便 而在昨天九月一号呢 体育署呢 是终于放宽了标准 开放了这个淋浴设施 让许多民众呢 都觉得相当开心 马上来看一段稍早访问 对大家来讲都比较方便 因为那个那个淋浴间都是隔间嘛 跟隔壁也没什么会传染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安全啊 早就应该要开放了 好的可以看到 其实现场的民众呢 对于游泳池开放淋浴 都是非常开心的 不过开放淋浴呢 其实是有条件的 像是淋浴措施呢 会采取单一出入口 也会有专人定时消毒等等 淋浴完戴上口罩 保持1.5公尺的社交安全距离 都是必须遵守的 那也有很多民众关心 烤箱和蒸汽室 那因为是密闭空间的关系 目前依然还是不开放的 体育署也表示 目前还是会逐步调整松绑 继续的来做滚动修正 以上是记者在台北市 青年公园的最新情形 经讨论